花莲凤林镇山心里最近社区突然出现满满的苍蝇 年营版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年满苍蝇 数量多到严重影响生活 民众怀疑是附近西瓜农使用鸡粪当肥料 要求有关单位能够去鸡查 满满一盘黑压压的你没看错 这是凤林山心里的居民 花不到两个小时就抓满一整盘的苍蝇 路边杂货店的老板娘表示 每天都在跟苍蝇对抗 年营版不用等两个小时就可以沾满匿密麻麻的一大片 就连吃饭 苍蝇都会在餐桌上到处乱爬 严重影响了生活品质 这个大概抓两个小时就满满了 两个小时就满了 这个满 这个年苍蝇的 这个是前天 这些苍蝇真的是造成很大的困扰 许多游客或骑单车的 就是环岛的人员来这边喝个梳泡 还是喝个凉水之类的 都讲说这边真的很糟糕 苍蝇这么多 真的就是吃个泡面也好 都是苍蝇 而这样的情况也不止发生在三星里 就连在凤林郑市区也有同样的情况 里长洪福文就说 三星里大概有将近200多户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是苍蝇为患 我们每年大概在五月份到九月份 整个花蓮县凤林郑三星里 那个苍蝇为患 那因为我们三星里 大概有将近200户 那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是苍蝇为患 那里面也多次跟我投诉 那希望说我们农政单位 有关单位能协助 减少这个环境卫生的问题 民众认为苍蝇都是附近西瓜田 使用鸡粪肥当肥料所造成 不过实际来到西瓜田 瓜农表示最后一次施肥是在五月份 而且都是使用熟肥 并且有掩埋 那依照规定那些就算是熟肥也要掩埋吗 要 要 要不要掩埋 而根据目前农业法相关施肥规定 使用鸡粪必须合法申请 并且必须经过俯熟后才能够使用 而且一定要掩埋30公分 农友他们有必须要使用生鸡粪 他其实一定要经过合法的申请 轻运这个部分才能够来做一些的使用 但是使用也不是说他直接能够使用 他必须要再经过俯熟 那俯熟放到田区之后 他也必须要来做一些的掩埋 深埋 那不要造成环境的污染 那如果说他违反这些相关的规定的话 那在政府单位 包括环保单位这边 都会依据相关的法规 按情节的轻重来做一些的行政处分 是什么样的原因 所造成的苍蝇滋身 环保局表示 该处有使用检疫堆肥 并采木穴覆盖 不太可能会滋身苍蝇 但是还是会去现场做调查 记者林杰 风铃正采访报导